红烧狮子头可是家喻户晓的一道菜 只要你咬上一口 软末脆爽 满口的肉香味 首先我们要选这种三肥七瘦的猪肉 然后再给它去掉猪皮 为了保留传统狮子头的制作工艺 肉末我选择用手剁 可以吃到剁出来的肉里 鲜嫩多汁 入口即化 剁好后放盐 胡椒粉 生抽 毛油 葱花 姜末 打入一个鸡蛋 这个时候要用力不停的摔大至圆形 将肉末打上筋后 放入适量的淀粉 再顺时真的搅拌至有粘性 再手上磨点油 这样挤出来的大丸子又圆又光滑 油温五成热一次下入丸子 每天都在叫你们试用的家常菜 手里有小红星的帮忙点一下吧 真的非常感谢 炸成外表金黄即可捞出 起锅油热下葱姜蒜和八角干辣椒 爆成香味 倒入适量的清水 放生抽 老抽 毛油 盐鸡精和白糖 再下入大丸子 小火焖煮10分钟至熟透 然后再开大火稍微收一下汤汁 把丸子加出来摆入盘中 捞出汤汁里的料渣 再次烧开后用水淀粉勾个薄芡 淋在丸子上面 要每个丸子上都裹满芡汁 这样做的红烧狮子头 肥瘦事宜 肉香四宜 马上端午节了 给你的家人做起来吧 给我的家人做起来的